时光然然,王源以TABO组合成员的成分出道已过十载 年少成名的他,可谓是风光一时 登春晚舞台,上联合国演讲 无疑不是普通人一生都难以达到的成就 那么,这个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成就的王源 为什么近两年很少在圈中露面 又是始于什么原因呢? 从王源出道至今,他已连续三年登上联合国 是首位受邀参加论坛的中国艺人 在《环球人物》做了四年专栏作者 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最具影响力少年三十人 明明满腹才华,却在公司运作下当了数十年的学渣 在凭借TABO出道时,王源被设定成了学渣人设 可是在平时的采访中,你能看到组合中 每次遇到答不上的问题是,只有王源的回答条理清晰 头头是道,一次颁奖晚会上 谢怡玲问三小只,她和杨颖谁最适合娶回家呢? 王源立马回答,baby姐姐非常漂亮 但是她是那个黄晓明哥哥的了 而当时王俊凯和一杨千玺在她回答问题之前 就已经齐刷刷地盯着王源看 说明王源一直在团队中充当外交官 当被柳颜要求送祝福时 王源直接来了一句祝柳颜姐姐桃花朵朵开 暖暖鲜肉多爱你 这番话差点让她把眼泪掉下来 这难道还有比找到一中人更加实陈的话吗? 不得不说王源这人能处 最经典的是她跟前辈张峰一PK 主持人让双方都放出狠话 王源的狠话是,你赢了我你是欺负我 你说了就是让着我 你自己考虑吧 张峰一来了一句 那我就不动手 王源立马回应 那就是看不起我 这就太绝了 既没有伤到双方和气 同时也让对方无路可退 而这一切都能够充分体现 她不是一个学习白痴 可当学渣突然亮出学霸名片时 就成了他人眼中洗白的公关套路 也促成了王源被黑的根源 于是蝴蝶效应引发 2018年是王源流年不利的一年 短短半年道歉四次 网上黑稿满天飞 刚开始 王源和魏大勋一起翻阅栏杆被网友拍到 他表示 自己一定会谨言慎行 然后 在我是唱作人舞台上 因为唱了一首世界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声位俱下 此前 他曾因为看到拔丝地瓜而思念奶奶痛哭 为了这次痛哭 他向网友道歉 表示自己这样真的太不专业 然后 王源在5月12日发布动态 表示向重生致敬 祝福汶川 但转发的微博却是木里县斯林失火事件 这种不走心的转发行为 让网友开始纷纷指责 然后 就是王源的室内吸烟事件 照片曝光之后 全网都在批评他的抽烟问题 无数粉丝取关王源 而后 北京控烟协会也转发了该微博 并希望王源可以道歉 一下子让事情开始变得严肃起来 为此王源接受了惩罚也发声明道歉 表示自己将来会在教训中成长 如今 王源依然在伯克利音乐学院进行紧张的学习当中 很显然 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也希望学成归来后 他能更加成熟 优秀 给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感谢观看